小心 快点 抬头再推 快点 快点 快走 一二四 一四 这么好伤 四两千 好 放着 放着 一三 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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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二 二 七 你快看看 好 没有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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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做人工呼吸呀 有什么救人药请啊 还吸收了你 这时候你还管你是不是出稳呢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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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来 醒醒 姑娘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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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醒醒 姑娘 能把眼睛睁开吗 啊 姑娘 醒不醒 你把它扶起来啊 来 来 慢点啊 来 骑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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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没事了啊 劲儿过来了 能正常呼吸吗 看这边啊 来 看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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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怕 别 好好好 没事了啊 没事了 没事了 你帮我哪儿去了 我都找不着你了 我以为我找不着你了呢 认识啊 你说好的 我不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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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干吗呢 我真不认识啊 你认识啊 别 别 别 这 这也算了它出吻了啊 告诉你 不管你跑到哪儿 我都会把你找回来的 细细 你叫我什么 细细 细 你是我最爱的细细 人都叫你细细了 你还说不认识你啊 我就是不认识吗 我 我错了 你别生气了 你不行 我也够改 我也不乖乖的 你别生气了我 姑娘 听我你听我 别生气了我 别傻站着过来 帮个玩意儿行不行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帮忙 是啊 我们闪包你不是 这 这怎么帮忙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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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啊 没外言你就认识了吧 你们想帮我气死了什么事啊 不是那 姑娘让你听我说 来 你先松开 我问你几句话 姑娘 姑娘 我 妈妈 妈妈 发烧 咱先把他带过去 拿把手啊 拿把手 来 过点位 过去 发烧 来 一二三个 进 来 过来 过来 来 把他背着都背了 来 来 行啊 往上去 往上去 好 走 快点啊 好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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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单子 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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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放开那儿 放开那儿 走 唐娇 上哪儿了 来来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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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我去 扶我去 和北 不是跑不去了吗 怎么多人回来啊 这 是不是 拿着 唐娇 你赶紧 把她身上的湿衣服给脱了 找是不是干得的换上 再看看她身上 有没有身份证加照之类的 我给她换啊 快去拿一下 拿着 拿着 快去吧 你没事吧 她一块把她送医院呢 送我呀 什么医院呀 送医院不得花钱啊 忍事不用 她应该就是感冒了 待会儿给她吃片儿 普通系统 再七个小柴糊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药那儿都有 饭面了 什么证件都没有 没有 不是 你们带回来 这姑娘什么路子啊 一身的名牌 真假的 看走眼了吧 你能看走眼吗 就她那上衣 上个月我逛街的时候见过 打完折还九千多 摸都没敢摸一下 她这么说还一富家女呢 那不一定 也许人老公或男朋友有钱呢 我说你们俩怎么静考虑这些物质的东西啊 老三 老四 你们现在去海边看看 万一人家有落下的包护的行李之类的什么的 你就别愣着了 有药不给人吃 不是我药在屋里呢 我这会儿心情方便吗 您让盖着被子呢 走吧 那我就给她拿衣服 你们说一个家里有钱的人 当然了 也可能是男朋友家里有钱的人要跳海自杀 希希 这是为什么呢 这我还用问 失恋了呗 又是失恋啊 老二 你怎么老能遇见这失恋的人啊 对啊 你小心我掐死你啊 不 那也就是说 那要不就是一被抛弃的有钱人 要不就是一被有钱人抛弃的人 没错 被抛弃之后呢 这精神还出了问题 你怎么着人精神有问题啊 这 这不很明显吗 连我从来没见过他 他就把我当成他男朋友了 那你要没见过 人家凭什么喊你希希啊 对啊 这 这我怎么知道啊 那 那也许他男朋友的名字里也带希字呢 辣刀吧 你哪有那么巧的事啊 他就这么巧 行了别多二个了 别跟他脸都红了 那 我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 你说 这是你出问吗 我真想 Jay ей 绘邾你弄出过来 我真的没有完这是 今天听我的啊 咱这么安排 你跟唐娇在家里留守 等她想了就继续问她问题 如果问不出来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咱们三个出去 老婆 去哪儿啊 找工作 还找工作 我早饭还没吃呢 不是 你个人没睡 大伙都没吃呢 那咱出去一块吃个早饭 大哥 吃包子的啊 什么馅儿啊 猪肉大葱 好吃吗 不好吃 那不好吃就别勉强了 剩下的我帮你消灭吧 这个啊 你想太多了吧 好喝吗 嗯 真好喝啊 不用我再帮你鉴定鉴定啊 昨天是谁说的 不知错来之时的 喝粥吧你 别噎着 太好喝了 二哥 哎呀 今儿不知道怎么了 越吃越饿 三哥 陈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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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 一点都不好玩 进来 进来 你谁啊 有事吗 我找工作 应聘 你刚出来的吧 哪个节套的 我喜欢这发型 酷 我可告诉你啊 我们这只是令氏招人 之前哪个冠令院 会捞羊探琴了 一个月以后才回来 所以你最多只能干一个月 千言不多 八百 太好了 这活你都干啊 我干啊 你怎么急着找工作 还说不是从里边刚出来的 那我要说是 您能用我吗 你到底是不是啊 您怎么老在这个问题上过不去啊 我要是 您看我这样 也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马上准备回报社会了 咱这市场找管理员是为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互帮互助 安定团结 繁荣昌盛啊 我们在号里面 警察都这么教育我们 保证能派上用场 我看出来了 您肯定不是从里边放出来的 那您能用我了吗 可是 我怎么对您不是那么放心呢 你行吗 您要不试试 怎么知道我行不行啊 脏活累活都能干 还能加班 保证没有怨言 实在不行您可以把我开了呀 对您一点损失都没有 您看成吗 哪行 你给我来吧 我现在有一些问题要问你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呀 你多大了 你多大了 你叫什么呀 你叫什么名字呀 别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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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那你不许调皮 我问 你答 你问 我答 你问 我答 你多大了 一 二 三 六 八 行行行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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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就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认知了 认什么 知了 就是树上叫的知了 你以前总嫌我吵 总嫌我在你耳边 吱吱吱吱吱吱吱 叫个不停 那你告诉我 你们家住哪儿啊 我们家住站啊 不是 我是问你自己的家住哪儿 自己的家啊 嗯 自己的家 白宫 那什么 你父母叫什么呀 父母是什么呀 就是你爸你妈 爸妈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 那你告诉我 你现在是上学呢 还是工作呢 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细细 你的问题太难了 我打不上来了 那你就好好地想一想 啊 我不想一想 我一想我就头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 好 行了 行了 行 好好好 行了 行了 最后一个问题啊 最后一个 你就告诉我 你为什么叫我西西啊 因为你叫西西啊 你怎么知道我叫西西呢 你不知道你自己叫西西 我知道我叫西西 可是你知道我姓什么吗 干吗呀 干什么呀 你傻了 怎么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呢 你 你谁呀 她那个 保姆 保姆 嗯 去 帮我倒杯水去 要温的 啊 你们家保姆跟我们家保姆 长得还挺像 嗯 我没有我们家保姆漂亮 对啊 对不起 疼疼疼 我不能喜欢她了 你知道吗 行行行行 你先跟着坐一会儿啊 行行行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吧啊 对不起 还是我来吧 唐乔 她吧 她吧 这儿不太好 你呢 别跟她一般见识 放心吧 何希哥 我能那么小气吗 我不会给她挤脚大 西西 西西 你干嘛呢 倒水呢 何希哥 嗯 何希哥 你又 喂 喂 这干嘛呢你这事 喂 你收拾 不是 唐娇 没没 我应该走的 对对对 不是我 一问三不知 那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打电话跟你商量的 要不就先这样 你先哄她开心吧 等我下午回去 一起送家去派出所 咱们都解决不了的事 就只能交给警察吧 对啊 我怎么把派出所的事 给忘了呢 成 那就这么办 好 咱们都没有 嗨 易潘 你回国了吗 我在深圳呢 你怎么样 这么长时间不见 创业进展的如何 我现在正处于啊 如何填饱肚子的第一阶段呢 填饱肚子 你没饭吃吗 不光是我没饭吃 我们兄弟四个人 都已经快没饭吃了 怎么会这样啊 你们出什么事了吗 快走 对不起啊 我又向我这儿躺会儿 你们就到我空气 继续 继续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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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 你甭瞪我 我走行了吧 没饭吃 明日都没得带你 晕了 怎么了 我给你甭脸点 怎么了 怎么了 老子怎么不是要饭哪 老子 你点菜 请问你是全征吗 你是殷强 你好 请坐吧 谢谢 我的名片 谢谢 你点吃了吗 一杯果汁 我也要一杯果汁吧 好的 行 行 行 你是做行政主管的啊 我妈说咱俩年龄一样大呀 特嫌老是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随口说说 没关系 我这人说话办事向来喜欢直接 好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具体情况吧 我叫殷强 二十八岁 我的职业名片上都有 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之前交过两个女朋友 因为性格不合 以及志趣不相投而分手 我月薪一万五左右 有一套八十平的两居 还在还房贷 有辆二十万的车 就停在外面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一会儿可以去我家里坐坐 这太快了吧 咱们到这个年纪 就已经是生男生女了 有些话还是挑明了说比较好 没必要藏着野着 我这个人很现实 把情况跟你说清楚 如果你觉得还合适的话 我们可以立即开始恋爱 甚至订婚 小透露一下 我对你还是挺有感觉的 谢谢 站住 哪儿跑你啊 七八王餐餐的你 哪儿啊 那个 西 西游间在哪儿啊 殷先生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调的名字就好了 你对你现在的工作 有什么看法呀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呀 只不过 有时候会感觉很累 能具体说说吗 凭我现在的年纪 能混到今天这样 已经算是事业有成了 只不过再想往上走的话 就会有点困难 但熬资里不说 还得时刻盯房周围的同事 各种明强案件 公司越是大 人事斗争就越激烈 你要是想往上爬 就必须踩着对手的肩膀往上走 不然的话 就会被别人拉下来 所以 我有时候会感觉很累 心累 那这么说 您工作的并不是十分快乐啊 工作的事 怎么能用快乐来衡量 那需要用什么来衡量啊 收入 收入 这样 我换一个问法 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当然不是我想要的 谁愿意每天勾心斗角而言我诈 谁愿意每天做那些千篇一律 毫无价值的工作 可话要说回来 我虽然不想做那些事情 可他却能给我带来不菲的收入 和丰厚的物质回报 你是学经济的 你应该懂得 怎样用最小的投入 换得最大的回报 好 就拿我来说吧 我有时候在公司受了点气 可只要一下班 我往车上一坐 到了家里 往舒服的床上一躺 我立马就会觉得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那如果让你抛弃 现在拥有的一切 重新走也会青春你愿意吗 重新走也会青春 为什么 你不是对现在的生活 不太满意吗 那就放弃这一切 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 重新开始 就像我们大学刚刚毕业 刚刚走入社会一样 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 但是想让我 放弃我现在努力得来的一切 我做不到 是不敢还是不愿意啊 都有 你为什么会问我这种问题呢 还是说 你已经放弃了 你所得到的一切 重新走一回青春呢 所以说 有些事就只能停留在想一想 真要去做 你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还是先把钱赚够了再说吧 什么时候把钱赚够了 再停下来享受生活 那赚多少钱才算够多呀 这也不好说 服务员 谢谢 买单 好吃的 咱俩 不好意思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行行行 咱你走吧 钱都给完了 我这么个客气的呀 不好意思啊 我发现你真是长本事了啊 那汪餐都敢吃 那我豆里没钱 总能想看自己饿死吧 我要不来赎你呢 你当大哥的你不会 警告你啊 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那你得借点钱吗 我说你这脸皮得有多厚啊 我刚刚给你结完账 就敢跟我借钱 大哥 你可是咱哥四个钟 唯一找到工作的 我不问你就问谁借啊 大哥三十 二十也行啊 十块 十块 怎么样 这酒是不是越喝越上瘾 越喝越有滋味啊 我发现这酒真是好东西 尤其是在你发愁的时候 谁都知道 酒啊是解不了愁的 可是喝醉了的感觉真的挺好的 最可怕呢 就是怎么喝都喝不醉 你什么时候把酒量练得这么好啊 别说我了 还是先说说你吧 说我什么呀 相亲的事啊 走个行事过个场而已 怎么了 嫌对方不够帅 还行 那就是学历不够高 硕士 经济条件呢 有车有房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拿下呀 我就看不惯他年纪轻轻一副 看不红尘的样子 明明自己过得不快了吧 还非装作很享受的样子 明明可以放下 还非得硬端着 看着就让人觉得心里难受 你知道他还跟我说什么吗 他跟我说虽然有的时候 会在公司射那么一点点气 可是只要往车里面那么一坐 回到家里面往舒服的床上一躺 他觉得这一切就值得了 整个一个赤裸裸的物质主义者 一点精神上的追求都没有 你要是什么问题 都站在何东的立场上考虑 恐怕这个世界上 除了何东 再也没有任何男人适合你了 那可不一定 从前走青春的 又不止何东一个人 在我们面前就有四个呢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啊 真的要出问题了 咱们去找他们吧 要去你去啊 别拉上我 别绷着了 我能看出来 你也挺想去找何西的 谁绷着了 这明明是你想去找何东好不好 我发现 你是不是也有病啊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成综合症 你怎么这么逃避有没有 谁逃避了 好好好 随你怎么说 反正呢 您去找何东我不拦着 但是别拉上我 什么朋友 我再给你倒杯酒吧 让你这青春的滋味 一次喝个够 给我给我给我 我们在这儿干吗呀 西西 你不要带我出去玩吗 咱们呀 就跟那儿坐一会儿 等大哥办完事呢 就带你出去玩 是不是大哥 是 你快点 我还要出去玩呢 晓鸥 剑阳 我帮你查了本事登记的 所有失损人口 但是没有认知了头人呢 会不会是外地的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 他是哪里的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证件 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认知了 是不是他的真名 这就给我们寻找他的家人 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 那我们怎么办 这样 你把他交给我们吧 我们会寻找社会的福利机构 暂时来照顾他 在照顾他同时呢 我们在网上发布一些信息 争取尽早地与他家人去的联系 给您添麻烦了 不客气 好了 就送到这儿吧 西西 你别把我留在这儿了 我害怕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跟大哥呀 回去取点东西 马上就回来 你呢 跟警察叔叔在这儿待着 不是啊 跟他待着多好啊 坏人都不敢欺负你 可是我不想跟他待着 我就想跟你待着 你不是答应我要听我的话吗 听不听啊 听 那你答应我早点回来 成 我答应你 来 拉钩 来 拉钩 拉钩上掉一百年不许变 那你早点回来我等你 乖乖的 来 坐 再坐吧 来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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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 好 哎 二哥 你没事吧 我总觉得吧 这么骗他不太合适 二哥 这时候你得别再怜香惜玉了 警察他这方面 比咱们有经验啊 我也知道 可是我心里头吧 就是觉得特别不舒服 你想认识了 这会儿肯定 一心派着他回去接他呢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可没办法 你总不能带着他吧 没事 大哥 你要让我一个人 郁闷一会儿吧 不用礼我 你别跑啊 姑娘 你别跑啊 姑娘 你别跑啊 大哥 你看 姑娘 你别跑啊 你别跑啊 老大 怎么带他 你别跑啊 我也不知道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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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样吧 你们不是在这里还要待一段时间吗 就辛苦一下 暂时由你们来照顾一下他 如果你们要走就打电话给我 我会排车去接他 那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也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 那就辛苦你们了 但是呢都别硬撑着 如果实在没办法打电话给我 谢谢陈警官 张哲 你对那个阴抢感觉怎么样啊 还行 那你觉得你们俩有戏吗 没戏 刚才不是说还行吗 怎么又没戏了呢 妈 你别再为我这事操心了 你别给我找什么对象了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啊 春春 你最近跟何东有联系没有 没有 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那何东啊 别提他了行吗 我 好了 好了 不提他了 吃饭吃饭 我不 我就不 我就不跟保姆一块儿睡 谁是保姆啊 你们全家都是保姆 我还去告诉你了 姑奶奶我不伺候了 爱跟谁睡跟谁睡 不是 那谁啊 我代办院里消灭你 哎呦 你行了吧你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对不起我 坐下吧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晓晓 你们家保姆怎么那么凶啊 人家不是保姆 那她是谁 她是河北的女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也不能对我那么凶啊 那我还是你女朋友呢 她那事冲我 不是冲你 行了吗 何夕 咱俩睡客厅 让她睡咱们那屋吧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呢 睡这屋里行不行 那你呢 我睡这儿啊 可我一个人睡害怕 我们这不是所有人 都在外头帮你看着呢吗 坏人进不去 那为什么我们俩不能一块儿睡呢 因为你是男人 我是女人 不是 因为我是 她男的跟女的 她不能睡一屋里头 知道吗 为什么男的跟女的 不能睡一屋里头 她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能 你干吗那么凶啊你 为什么以前可以睡一屋 现在就不能了呢 我们是 以前是 行 行 行 别问 再问就三俗了 不管以前是怎么着 现在在这儿 男的跟女的 就不能睡一屋里头 听明白了吗 嗯 那为什么呀 大哥 你那儿有什么呢 想商调啊 对 不用了 找她 代表月亮 消灭她 对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不是说今天把她送走吗 怎么又弄回来了 一开始是交给警察了 但是二哥这怜香续遇的毛病又犯了 大哥也不反对 那我反对有什么用啊 凭什么你们把她带回来 她跟我住啊 我不乐意 她不是喜欢何希哥吗 问她跟何希哥住 她是愿意 二哥不乐意啊 我还不乐意呢 再说 她跟何希哥住 何希哥不吃亏 何希哥不吃亏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便宜都让她占了 她还端着 这事要跟你身上 你是不是特求值不得呀 那当然 你拿我撒什么气呀 你就这种人 不是 就算我答应她有什么用 大哥一会儿肯定提议举手表决 这举手表决的结果 你肯定自己心里也有数啊 行 这就对了 我走 你 你走哪儿去啊 我去跟老板说我住酒吧 我少女人的气 那你跟你们老板商量商量 我也住酒吧去呗 我睡你屋地上特难受 而且你一人睡酒吧 我也不放心哪 我得保护你 老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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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这样子都欺负我 我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我这不一直顺着你说的吗 白天 我给你们洗衣服 给你们收拾屋子 晚上我还得打工挣钱 你们非得弄一精神病来折磨我 是吧 你怎么这么对我呢 我就想注意担架 我怎么了 我 还说我是保姆 有长这么漂亮的保姆妈 你说 有 有 好了好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好 好好好 坐坐坐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